各位網友你們好 歡迎大家收看《百年神舟風雲人物》這個節目 今回我想大家討論一下長征的一個故事 四度赤水 首先我們看看今天的筆記 《百年神舟風雲人物》第30講 長征的第六段 《毛澤東與四度赤水》 在中國官方的歷史中 紅軍長征時的四度赤水戰役 是毛澤東高超指揮藝術的山洞體驗 是紅軍戰爭史上的奇觀 是以小勝多 又被動成為主動的江徽典化 但奇怪啊 中共抵達了延安之後 曾經組織人去回憶長征 沒有人提過《四度赤水》這個經典的戰役 直至到若干年後 編處東方紅要進行歌頌的時候 才推出《四度赤水》出奇兵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不單止是這樣 在彭德維的自述中 對《四度赤水》也是隻字不提 而聶榮津作為紅一軍的團政委 又是遵議會議的參加者 可以說是中央共運高層決策人之一 但奇怪的是 聶榮津當時不知道《四度赤水》是出奇兵 後來也不知道 直至在1949年聽到沒有參加長征的陳毅說 《四度赤水》出奇兵 是毛澤東軍事指揮歷史中最精彩的一筆 如果大家看看《列明將回憶旅》就看到這一段了 這種說法 說這個長征是毛主席指揮歷史上最精彩的一件事實 是沒有歷史根據的 根據這段歷史的真相是怎樣呢 是值得我們去研究的 首先來看看遵議會 遵議會議是什麼事 《四度赤水》發生於遵議會議之後 兩者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 所以要明白《四度赤水》的真相 我們要明白遵議會議的背景 這幅圖就是貴州的赤水河 現在就好了 權力鬥爭是中共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上江五一役之後 毛澤東就積極的行動要奪權了 他看中了兩個領袖 一個是出後叫做紅色教授的王家祥 一個是張文天 他們兩個人曾經跟博古在莫斯科做同學 但他們兩個人都不甘心被年輕的博古欺越了他們 成為黨的領袖 以至他們往往被排斥於決策之外 所以他們對博古和李德極表不滿 促成了毛澤東 以毛澤東為首的反對博古 反對李德的中央隊的三人集團 在艱難的長征當中 這三個人集團經常走在一起 即是毛澤東 王家祥 張文天 經常走在一起 正正正正正正 原來他們有計劃 毛澤東的計劃是將軍權交給毛澤東 黨權就交給張文天 王家祥就做政治局委員 在193年1月15日至17日 在貴州北部的津義城舉行這個津義會議 在這個會議裡 將韓軍失敗的責任 推在博古和李德和周恩來三人身上 但周恩來願意和毛澤東合作 他的名字就被除掉了 決議對他的批款也大大降級了 雖然遵義會議並沒有肯定 毛澤東作為軍事領導人這個地位 但他卻被指派做周恩來軍事指揮的幫助者 毛澤東就這樣一隻腳插入去進軍的領導當中 重要的就是張文天取代了博古成為中共的第一號人物 在毛澤東、張文天、王家祥等人的密謀之下 改組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 取消了本來紅軍指揮機構的三人團 即是周恩來、博古和李德 環顧為自己辯護的博古和李德 只有坐冷板凳 張文天因為他和蘇聯的關係比較密切 出任了中共新的總負責 而本來三人全成員之一的周恩來 是在黨裡面委託做軍事上最後的決定人 這些全部是在中國黨史資料第八冊可以找到的 毛澤東只是重新在政治局獲得一個職位 但是周恩來處處都聽從毛澤東的意見 以至毛澤東在軍事策略上是有一定的影響的 長征一開始 中央紅軍就有一個預定的目標 就是到湘西去和賀龍、蕭克的紅二軍團會合 但是這個企圖很容易就被國民黨的智囊苦中了 湘江一戰 紅軍進入了國民黨預設的圈套當中 八萬六千多個紅軍經過湘江的戰役 只剩下二萬多人 湘西去不成了 於是就開了一條通路會議 決定向國民黨統治比較薄弱的貴州進發 到了貴州的黎平 又匆匆開會決定向前北進軍 要建立以尊義為中心的蘇維埃新區 這個大家都可以在中共黨史資料第八冊找到的 到了尊義一看 嘩 發覺那個地方地脊民貧 人口稀少 況且國民黨四十萬中央軍地方軍已經四面而來合工 根本就不容許紅軍有蠟燭的餘地 緊張的尊義會議 又再次決定紅軍轉移到四川的西北部 和張國濤的紅四方面軍會合 壯大力量來抗拒國民黨來的強大軍事壓力 這樣哪條路去四川西北部會 張國濤的第四方面軍呢 走曲原直線距離最近 從尊義到赤水完成 然後渡過赤水河 通過了四川福地 直達四川的西北 尊義會議就是這樣決定這個進軍的路線 但事實上這條路下不通 部隊去到距離赤水沿城不足十公里的土坪鎮 就被國民黨的村軍頑強的阻擊 土坪一戰役 戰況慘烈 紅一骨團主要力團的團長楊新在這戰役裡戰死 根據孫書雲在他一本長征一書 The Long March by Sun Shuyang 在110頁 他提到他訪問當時參戰的一個老兵 他有這樣描述土坪一戰的失敗 一方面戰略失誤 但主要原因都是情報失誤 嚴重低估了國民黨村軍的人數和軍力 這一仗慘敗 朱德的太太幾乎被老 從赤水完成過河是沒有可能的 於是就退回來 改從較南的二郎灘渡過赤水河 紅軍渡過以後 國民黨的村軍蜂擁如致 雖然渡過赤水河的紅軍左衝右撞 內河對方的兵力太強 衝不過去 只要退回再渡赤水河 重打天檢流山關 義攻遵義城 在第二次攻打遵義城的時候 紅山軍團參謀長鄧平 就中膽失亡 這個是長征中死亡最高級的紅軍指揮官 這樣三道赤水河又是怎樣的呢 既然間津爾湖已經決定要到村西北去和紅四方面軍會合 當然要執行 但是在哪裡去呢 從赤水沿道成 封忙太老 阻力太大 代價太高 於是 就迂回一下 改從靠藍的一些人壞河 人壞城渡河 這個就是中共 鴨溪會議的決議 為了保證渡河市質疑安全 於是有攻打古新牆的爭辯 毛澤東就不同意攻打古新牆 如果你不攻打古新牆 根本就是不同意由人懷三道赤水 但是在這個時候 毛澤東還沒有軍事指揮的抉擇權 只有靠說服周恩來 打古新牆這一仗 在毛澤東干預之下 結果就打不成了 但是國民黨的中央軍 已經從鉗西地區迫近人懷 紅軍為了要保證這個質疑的安全 另外在人懷的老班牆 和國民黨中央軍打了一場惡仗 這一仗慘烈不下於土城的戰役 三道赤水 紅軍也都付出極之高昂的代價 三道赤水 紅軍仍然不能夠進入四川 於是就繼續在南面移回到雲南的摘西縣 在雞鳴三省這個地方 成立了三人軍事領導小組 去決定再到赤水河 紅軍四道赤水河之後 不再遲移大軍直指南下 紅軍要以一個更大的圈子 避開四川福地 迂回到四川西北 這次可以說是毛澤東決定的路線 不過那圈子太大了 太迂回了 首先就是遭受到林彪的反對 紅軍到過金沙江 到了惠里之後 林彪就寫封信給中央 大意就說毛澤東領導不幸 盡領著部隊走曲梅而不是走曲圓 冤枉路走得太多 遲早會將部隊割垮 要求毛澤東交出軍權 隨軍主持大計 就將紅軍的指揮權交給彭德懷 他自己說他會堅決服從彭德懷的指揮 這樣當然引起毛澤東極之的不滿 所以就是中央紅軍剛剛完成了 長征到達了陝西這個陝北的時候 在1936年所撰寫的回憶錄 所謂親歷長征 總共有105篇文章 沒有一篇文章是縱陽這個四度尺水的 直到1964年之後 蕭華將他標準在長征祖歌的歌詞裡 才有所謂聲東激勢出奇兵 1975年才進一步改為四度尺水出奇兵 此後四度尺水才大大有名 甚至被神化 但是事實上根本就不是歷史的真相 話雖如此 中國人說成者為皇 敗者為寇 在國共的內戰當中 無論軍事的能力 國民黨遠勝航軍 這個是無可置疑的 但是為什麼國軍可以在八年抵抗日本 最後得到慘性 而幾年之間在短短三四年之間 國民黨就迅速崩潰 輸了給共產黨 敗走台灣呢 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中國人說聖者為皇 敗者為寇 各共內戰 無論國民黨打了多少次勝仗 最終還是一個失敗者 歷史往往是歌頌勝利者 這只是我們研究歷史人遭遇一個很大的問題 分辨不出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 什麼是歷史 什麼是宣傳 四度尺水 就是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 當然 蔣介石失敗有很多原因 不過他本人和他的策略 他是負上一個重大的責任 明義上 中國是一個一統的國家 蔣介石是全國的領袖 但事實上不少軍閥仍然割據他們的地盤 他要對付的不僅是共產黨 還有一些擁有軍隊的地方軍閥 而這些軍閥名義上是效忠中央 但其實國懷鬼胎 所以 蔣介石希望透過紅軍長征這個機會 製造紅軍和地方軍互相鬥爭 做個愚人得利 作為一個昔日軍閥的張學良 就看得很清楚 蔣介石這一點了 他以為國民黨對內部軍隊是極不平等對待的 國民黨軍隊分開兩類 一類是中央軍 一類是習牌軍 所謂習牌軍 即是地方軍 即是軍閥的軍隊 地方軍隊戰死後 中央是不承認他的軍隊 對戰死的士兵是不發抒襲金的 蔣介石在內戰過程裡 主要是派習牌軍去對抗共產黨 希望通過戰爭 使兩個軍隊互相削入 那就愚人得利了 後期所有非中央軍 那些習牌軍 知道蔣介石的目的 很多人不再服從蔣介石的命令 轉投共產黨 甚至不少中央軍都是這樣說的 所以在內戰後期 紅軍之所以扭轉局勢 在軍事上佔優勢 就是因為不少的國民黨軍隊投誠 將局勢完全扭轉過來 至於戰爭始終是恐怖的 所謂一仗功成萬骨夫 無論是勝者或者是敗者 其實都是輸家 龍應台在大江大海1949的罪言有這說法 他們曾經義氣風化 練華政貿 有些人被國家感動 被理想激勵 有些人被貧窮所迫 被境遇所壓 他們被帶往戰場 動須於荒野 暴施於溝隔 時代的哲倫 轉過他們的身軀 那風火行全的 一身動蕩 萬里飄零 正因為這樣 他們要那一代承受了戰爭的重額 隱下了集聯的內傷 正因為他們在跌倒流血的地方 重新低頭播種 以至我們這一代 得以在和平中 天真海闊天空中長大 如果有人說他們是戰爭的失敗者 那麼所有被時代踐踏 無法忽辱傷害的人都是 正是他們 以失敗教導了我們 什麼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價值 請認識我的眼睛 聖實地告訴我 戰爭有勝利者嗎 我身為一個失敗者的下一代 引以為榮 至於所謂勝利者 其實是否真的勝利 可上不是一個輸家 耶穌說得很好 人若賺得全世界 卻賠上了他的生命 有什麼好處呢 大江東去浪途盡 千古風流人物 我們看看歷史 毛澤東手下那些十大元帥 有幾多個是很收場 今天我們能夠在一個和平的日子裡 生活實在是上帝很大的恩典 更何況人生裡雖然有崎嶇風雨 感謝神 認識了主耶穌 我們有永恆的盼望和目標 就算在目前有暴風雨 有崎嶇路 我們仍然可以 是勇往直前 在世上活得正彩 這個才是一個勝利的人生 好我們今天說到為止 下次繼續跟大家說 百年神舟 風雲人物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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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